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伟廷归官朋友 大家午安 好 这是于棠 总来看到从这个期货是不是有撑 对台北股市来讲 是不是还蛮具有一些支撑的作用 我相信我昨天有跟 这个归工朋友报告一个 就是关键价的一个部分 我说这个地方你要先把这个价位 你要先在心里有个底 我说你不要看着外资转空 这个地方又看得太悲观 我一直讲你要冷静 当然现阶段我讲 台北股市有自己的隐忧 你可以看到什么 今天这个上证指数 就入股的部分 下午是大涨 快要涨了 我记得应该2.8% 快要3% 你再静下心去看 昨晚的美股 是不是在这个我们讲 我昨天讲QE这个升息的利空 短空长多吗 昨天又恢复了一个我们讲 还是在多头的一个走势当中 唯独台北股市 大家今天去看了一下 好像是相对来说 反弹的力道比较弱 有点开高走低的 今天这个加权又是收了一根黑K 散户最怕开高走低 对没有错 很容易被套在高点 尤其这个现股当冲开盘以后 大家开盘要急着去买 指数操作也是如此 待会我会带这个我们讲 短线操作的技巧 今天操作难度很高 因为是上冲下行的一个格局 当然在讲今天盘之前 我先讲影响台北股市 说真的 最近大家都在看这个 这是昨天的一则新闻 大家来看一下 这个我相信大家打开新闻台 看到就是立法院已经变了一个样了 过去都是老人占领立法院 现在变了二十几岁的大学生 对 但说真的 昨天这则新闻 我相信看了尤其 很多台湾的民众 甚至是这个我们讲散户的投资朋友 我相信心有七七焰 其实这则新闻讲什么 他说浩子里面 他访问一位小姐 其实说真的 我们站在一个中性的立场 我们不是赞成或反对福 我们就这新闻来解读 他说什么 他说只要是利多于弊的一个政策 那对台湾的经济的未来是正面的 就是好的政策 这是这一位这个股民张小姐所说的 那其实走到现阶段 讲实在话 这个对股市有没有影响 绝对有 对我们讲 台北股市的多头 甚至对这个外资 有一家外资也讲了 对不对 他说福贸就跟你 你要像这个少年拍里面一样 跟这个老虎 要跟他和平相处 对 跟这个大陆这个老虎要和平相处 这要怎么和平相处 当然就要政府的一个智慧了 好 那我们说过什么 要互相尊重 他的一个 重点在哪里 他说经济差 说真的对大家都没好处 大家都知道 现在这个卤肉饭都涨翻天了 猪价涨翻天 鸡蛋也涨翻天了 所以同学好好静下心来思考一下 我说真的 大家要和平面对 那如果说台湾被边缘化的话 这大家是一起受苦 好 那我相信 这个动态 这个福贸的一个 立愿的一个纷争 绝对是当然 现阶段影响台北股市的隐忧 但是我们不能改变什么 我们只能面对它 接受它 好 那回到台北股市身上也是如此 对刚刚委天讲 今天这个开高走低 大家最讨厌了 对不对 没有人喜欢开高走低 好 但是做指数操作 我讲过 你要做到心中无多空 好 操作真轻松 因为指数有涨有跌 也不可能天天涨 它也不可能天天跌 那你要怎么把短线的一个操作 把它做好 尤其今天的格局 我说实在话 可能很多人在操作面上 搞不太清楚方向 好 短线的 对 短线的我们看一下 这传统的一个日K 好 说真的 看到这样的一个走势 就我们刚刚讲到开高走低 好 大家一开盘会想到什么 昨天美股出乎反弹了 对对 今天照的应该要谈一下 没错 结果呢 好像是有谈啊 谈到九点现货开盘过后 它就一路下跌 那这时候我就问同学 如果说今天的当冲 看到今天的一个五分日K 你会想怎么做 好 哪里应该空 哪里应该要做多 好 那韦庭如果问你 如果你想要赚钱的话 哪里可以空 你想空在哪 当然是空到最高 空到最高点嘛 对对 那哪里要做多 空到最低点嘛 空到最低点嘛 没有错 我相信大家想的都一样 刚刚韦庭我相信也讲出 所有同学的心声了 你想要空在最高 不在最低 好 那我说过 透过我过去教 各位的一些方式 好 我相信在前几天我讲过 你可以从所谓的一个 短线的一个蜻蜓指标去抓 抓这个转折点进出点 或者从量的一个角度 附图的一个指标 就是动能大师 或者从STAR的一个什么多空先知 去抓所谓的极短线的一个什么 乖离的高低点 那遇到像今天这种盘式 就是运用STAR多空先知的指标 带各位去抓转折 那怎么样画腐朽为神奇 传统的K线我讲实在话 就像刚刚讲 韦婷说想要空在这个高点 补在这个低点 好 我说真的 你从传统的K线 你看不出来 对不对 没有人会告诉你哪里该空 哪里该买 甚至你会颠倒座 我相信今天很多人会颠倒座 在今天一开盘 昨天美股大涨 稳了啦 安了啦 这个地方不用怕 追高 结果呢 杀低 这个地方可能又空回去了 空回去尾盘 又做小幅度的一个什么 拉抬 我相信这是很多同学 尤其在操作棋子 做短线的人 今天真的 说真的 你不要看今天这个走势 你把短线做好 其实有不少肉可以吃 这当中有不少空间 好 我接下来讲 怎么样从这个 我们讲平台里面 我们的这个操作的平台里面 我讲 轻松点任你选 它的意思是什么 因为我们的同学 我们的家族成员很多 每个人需要的不同 就像有些人可能 技术面他也学过很多 也许他的形态 他的一个K线的一个理论 他学的不错 但是他对于转折 他不太会抓 也就是说短线的一个操作 你从过去 有些人学的技术分析 像这种形态 像波浪 他可能比较长线 但是面对起者短线操作 就不是这么好拿捏 那这个地方你就需要什么 像这个大多空限制指标 我讲说它的 它的含义是什么 就是我过去教各位的 物极必反的道理 好什么叫物极必反 涨多会不会回档 会 跌升会不会反弹 会 像今天的格局 就是一个上冲下行盘 那你要怎么去抓这个 短线的高低点的转折 我讲过去 我遇过很多我们家族成员 我们的同学 都是感觉 靠感觉去拆头摸底 对不对 就像今天找盘 感觉应该要涨 对不对 感觉这个盘好像还蛮强的 昨天误会一场 对不对 美股又弹回来了 这个利愿的危机 看起来好像也不是这么糟 诶 种种因素就会影响你的操作 你的感觉 就会影响你的决定 你的决定 就会影响你的获利 那我相信没有人希望在奇获市场上赔钱 那我说过 当然当中你会很辛苦 因为你要学一些东西 学一些技术 那我们就来看什么 我讲透过这个STAR的一个多空限制指标 帮各位画腐朽为神奇 我们现在就要来见证奇迹的时刻 奇迹大师 不要 现在不要讲奇迹大师 这个太负面了 对 但是我给各位创造什么 创造奇迹的机会 对对 创造奇迹的机会 好 这是传统K线 那我讲过了 要怎么让它画腐朽为神奇 它不会告诉你买卖点 对不对 它不会告诉你哪里该多该空 那现在就来了 我把STAR多空限制指标 我把它加上去LINE 我把它加上去之后 同学看一下 一样同样是今天的5分K 在今天的高点 就像我开始问韦婷的 想不想空带今天的一个相对高 绝对想 大家也绝对想 我把STAR多空限制指标 把它加到我们的平台里面 加到传统的K线里面 加到你过去所使用 所看的 你在盘中所看的画面里面 我想一切都变得不同了 高点8597这个地方 出现了什么 绿色的星星 我过去教各位什么 这个绿色的星星叫做什么 短线的一个什么 涨多的乖离 物极必反的道理 短线极涨 涨到哪里叫涨多 很多人在今天早上不会去空 因为很多人会想 大概要涨个什么七八十点 才叫涨多 对不对 一般人会这样想 但是其实并不是 行情它的价量的结构 随时都在改变 它的一个变化是从 过去的价延升到今天 它是一连串 所以你用你过去的一个 我们讲这个 这个既定的一个思维或想法去操作 往往都是赔钱的 所以同学好好去思考一下 我刚刚所提到的东西 你靠你过去的经验跟感觉去做 常常都会赔钱 你从客观的角度来 我讲这个就是价值所在了 什么叫做多空先知 在这个地方就告诉你 八五九七去做一个什么 换空的一个动作 所以这个地方什么 我讲过 你可以按照它的一个讯号 按照它的指引往下做 不多啦 三十七点的一个空间 三十七点我相信 对于短线的操作者而言 大部分的人应该都可以满足 那再来第二个重点在哪 你知道哪里该空 但是你也要知道哪里要回补 对不对 我们常讲你做股票也好 尤其像宏达店各位去回想一下 在前几年涨到一千两百一千三百块 如果你不懂得出 也许你买到三四百 你的财富还是一场空 甚至到现在还赔钱 做棋子也是如此 你空 也许你在找盘 跟我们空的一样很漂亮 但是你回过头去看 哪里要补 这才是一个重点 有些人讲 赚了五点十点就跑 或者有些人 赚了十五点就跑 但是其实今天的空间有多少 有三十七点 再换一个角度 有些人会想 应该会大跌 结果在低点没有 所以你要把节奏掌握好 低点怎么抓 一样大多空间之指标 高点是出现绿猩猩 低点是出现什么 红色猩猩 告诉你在什么 8560做一个什么 空单做回补 反手做多 尾盘又再做拉抬 拉到8581 还有21点的空间 所以两个加起来 今天你可以做两笔操作 找盘先空 我讲过画符细 我会申请 把传统的K线 把我们所提供的 把我胡锡堂所提供给你的 START多空间之指标 把它加上去 透过我们的平台 你过去所看不到的 在今天都可以呈现出来 你过去所不会的 你会发现原来棋子操作可以很轻松 所以这58点的空间 我相信在今天的一个操作来说 我不敢说它100分 大概也有80分吧 韦婷应该有吧 对不对 你今天操作应该有80分的 85分 85分 还不错 韦婷对我还不错 还给我多加5分 还有85分的一个 我们讲操作的一个成绩单 当然往后我们讲 未来的操作也是如此 你要对于你自己的财富 我相信都很珍贵 我也是把我们同学的一个财富 当作自己的来看 所以我给你的东西 我有信心 绝对是有用的 为什么这么讲 它如果说只有今天准 那我讲 那这个指标 那这个工具 这个STAR多空先知它不好 假如只有今天准的话 它真的不好 但是它过去也很准 今天也很准 未来会不会准 我相信绝对会 我们来验证一下 我们来看一下 尤其像这种上冲下息的格局 3月17号也是如此 这个操作难度比今天还高 跳空 3月17是跳空开高 再拉一根 随后击杀 杀下来又反弹 尾盘又下去 我讲这个3月17号的行情 更是一个最好的印证 因为这种格局 很多人会找盘追多 追多不成击杀去做空 做空随后又反弹 一天停损两三次 但是你透过 STAR指标的辅助多空先知 它帮你抓转折 它帮你抓低点 它在帮你在盘中反弹的过程 告诉你哪里该去做放空的工作 同样一天的行情 3月17号8715 去做放空 来到8659 一趟下来56点 随后8659又做反弹 到8692告诉你 该下车了 下车之后 甚至你更积极的到尾盘 剩下这半个小时 还可以再空 还有20点的空间 就是靠什么 STAR指标多空先知嘛 红色的星星 绿色的星星 把它加到你传统的K线 把它加到你过去所 所不会 一样3月11号我们再看 当天一样 短线开高拉高 也许在这之前 很多人都看多 对不对 还没出现这根高点之前 大家就觉得这个盘 3月11号还会再拉 但是我当时跟我们同学说什么 你要小心 好8723去做放空的动作 一样 STAR多空先知 指标告诉你什么 高档出现 乖离讯号 这个地方是高点 8723是高点 果然 这个5分K杀下来很快 不到二三十分钟的时间 有45点的空间 我相信这个都是 我们可以去做一个掌握的 这个都是在 我过去所 所学习的一个东西里面 我在期货市场 所这十年下来 累积的一个经验里面 我认为这个是绝对 可以帮助到你的 我们再来看一天 我讲过工具的好处在哪 指标操作的好处在哪 它可以验证 过去会准 未来也会准 你只要相信这个观念 就跟上脚步 再来3月7号 一天空两笔 有时候加起来100多点的行情 没有人想错过 但是你要怎么拥有 你要怎么掌握到 可能很多人在当天 3月7号一路做多 一路做多 但是我们是什么 8753放空 8765再放空 两笔操作到最低8684 中间两笔加起来有多少 将近快150点 所以同学 我透过这过去几个交易 尤其这种震荡 比较剧烈的行情 你就可以靠什么 多空先知的指标来去做掌握 你要怎么去抓高底 这个我们讲绿色的星星出现 他会告诉你 你要怎么去摸底 我不是说不能去摸底 不能去抢反弹 可以 但是你要有技巧 有方法 哪里是底部 就像3月17号短线击杀 不是在这里做多 不是在这里做多 也不是在这里做多 是在哪里 在这里 红色星星出现 8659再做多 你不要去猜 很多人去猜 当天的行情 3月17同学回想一下 你可能在这边做多 回到平盘了 应该要止跌了 做多 再撒一根了 应该会止跌了 应该会靠感觉做 我说绝对不准 这个红色星星 回过头去看 价值就出现了 8659做多 晚上再反弹33点 低点可不可以抓 可以 高点可不可以掌握 可以 所以透过 我相信 在今天的一个行情 再拿过去的 很多的例子 来去做验证 你就会有信心了 你就会认为 这样子化腐朽为神奇 这样子把传统的K线 加上我们的STAR 的一个多空指标之后 原来行情的转折 可以这么轻松掌握 所以我说过 只要你需要帮忙的 我欢迎广告时间一通电话进来 好我们郭海大人家有休息 三分钟的时间 我马上回来 《博浪咖啡》 在谷海中发掘市场的主旋律 巨洋投雇 实现每个人追求财富和成功的梦想 022506 6808 022506 6808 嘎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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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基河索漂少精 可精佳囊 裁切研膜比较粗糙 容易造成法郎值及牙齦受损 我推荐德奈极净细丝牙刷 全新素材一体成型 细丝刷毛不伤法郎值及牙齦 洁净长线能伸入牙缝及牙齦勾 预防蛀牙 护营短线能按摩牙齦清洁齿面 给牙齿双重保护 德奈极净细丝牙刷 在古海中发掘市场的主旋律 巨洋头部 实现每个人追求财富和成功的梦想 02-2506-6808 02-2506-6808 从距离到伸手可及 从倾听到心有灵犀 从驾驭到从心所欲 专业的财富管理 让您拥有更富有 值得信赖的伙伴 渣打优先理财 渣打银行 一心做好始终如一 即日起优先理财客户 遵向外比高利优惠 欢迎再来到古海大赢家 我自己说这个大盘 如何从今天的期货的筹码面来观察 目前期货是不是还是相对有成 好 对 没有错 我相信外资的动态 你也不要去猜 尤其昨天在这个节目跟韦婷讲 外资空了8000多口 一定大家又害怕了 又吓到了 对 对 又吓到了 是不是外资因为一万口多 但昨天瞬间减了8000口 只剩1000多口 对 昨天很多人被吓到了 但我常常讲冷静冷静 做任何事情都一样 双关 对 没有错 现在也是一样 这个服帽也要冷静 好 真的 但是服帽热饮不要喝太多 对身体不好 我们来看一下 棋子也是操作 也是如此 你要冷静去看 你不要因为看到昨天外资空很多 哇 这个盘完蛋了 这个盘没救了 结果今天外资呢 又做多了 做不多啦 大概1900块2000 但是他还是进多单 现货也没有买 现货他也是买潮 小买 大概 我记得没有错 大概11亿左右 大概买了11亿 所以昨天看很空的同学 今天看到这样的讯号 是不是又要做多啦 那我讲 外资的筹码 我现在给各位一个简单的提示 就是在目前为止就好 他的在目前为止 就台子旗而言 他还是偏多去做布局 去现货买潮 这个我过去跟各位讲很多 尤其昨天减8000块 我还是告诉你 他还是留什么 进多单 他没有转空 这个我昨天也在提醒各位的 因为昨天 很多人很害怕 因为昨天是跳空长黑K嘛 就是我昨天 所以我特别在昨天跟各位讲 你要先来 掌握好台北股市的关键价 你就不会怕 我们来看一下 这是昨天的这个 K线的质卡 昨天我跟各位讲 你要去留意关键价 因为昨天这根长黑K 很多人看 到底是空头启动 还是拉回找买点 好 我说过 因为你会怕 所以我昨天 特别帮各位同学 电视前面的观众朋友 我讲过 你所需要的就是 掌握好这个关键价 你昨天有打电话来的 你有来询问的 你今天就不会怕 你昨天晚上也不会慌 当然昨天晚上美股会不会反弹 我是不知道 我真的不知道 但是我知道你也要留意 好 这个台北股市的关键价 没有跌破之下 外资不管在现货或期货 它的一个流仓的筹码 或者一个操作的面向 它还是中性偏多的 你就不用怕 好 第二点 现在大家都会问 这个空方缺口 到底哪个时候要补 对不对 这个跳空缺口 大家很多 这个会不会 导转防转 对不对 大家会讲三天回补会比较强 好 那空方的缺口 下周有没有机会补 我跟各位讲 当然第一点就是我刚刚讲过的 这个 这个我们讲 浮帽的纷争结束之后 量会要回来 我常讲什么 大家都知道 量仙价型 今天量多少 900多亿 好 各位还记得 前颇高这个 8787是多少 1300亿 对 好 你要过高 至少要多少 这1300 至少1200要补到吧 少说要供 这一波在维持上供的格局 都有千亿的量 900多亿 你要它供上去 不可能 那为什么量不出来 就是我还跟各位讲 今天可能大家都在 都在锁定这个 这个马英九跟王金平 哪时候要出来 可能连股票都没看 有些人可能也不看 所以今天量有点缩下来 但我说过 你就要冷静下来 去看什么 我跟各位讲的东西了 好 这个政治的纷争要结束 量回来 好 当然第二点更重要是什么 我希望这个同学要好好留意 因为下周 我会认为如果量回来了 就有机会做回补 这个空方缺口就有机会做回补 所以你要留意什么 在下礼拜 盘中最即时的价量动态 你要去留意盘中最即时的价量动态 也就是说什么 指数当它要上攻的同时 我不希望等到这个盘后这个四点的节目 我才告诉各位我们的指标翻多了 盘中翻多了 你才知道原来今天会上攻 我不希望这样 我也希望你跟我们一同参与到 下周如果有回补的一个行情 量能回温之后 你能在盘中做出正确的动作 我不希望等到下次缺口回补 我才跟大家讲 你才在节目上看到我们的同学是这样做 看到我们所使用的工具 原来在盘中就出现翻多的讯号 所以你这边我先跟各位介绍 你要来学什么 你要记得什么 翻多的一个讯号有什么特征 第一个我先从筹码面教各位 就是我过去教大家的 你从这个 这颗电池 大家很熟了 对不对 Power 动能大师 从动能大师的指标一样 你传统的K线 你把下面 从我们的系统里面 把它加进去 我讲 你的看盘的方式 你对多空的了解就很清楚 比如说像3月13 礼拜四 我用这些例子来举例 就是要告诉各位 过去会准 未来也会准 3月13 这一天是跳空 开高 拉高 这个是一个很强势的 一个什么 多方的一个攻击盘 从开盘 到高点有56点空间 这要怎么掌握 来 开盘多方的动能 动能它是偏强 它告诉你什么 动能偏强就有机会什么 开高走高 你从动能大师里面 你可以得到这样的资讯 你要先记起来 因为在下周 我要各位跟我们 做一个同步的动作 当然如果缺口做回补的时候 你也要一同参与 你就先从动能大师里面 从筹码面 先行去做掌握 这个是从量的角度 第二个从什么 架的角度 因为有些人对筹码 不太会解读 所以你要用power动能大师 有些人是对什么 对架的指标 对切入点 他不太会掌握 每个同学 每个操作者都有自己的弱点 我相信你们绝对都有自己的弱点 也有自己的优点 没有错 所以你要做一个互补 你要做一个学习 你所缺少的 我可以给你 你所缺少的东西 在我们的平台里面 我讲轻松点任你选 它可以弥补你过去 所欠缺的那么一点点东西 我相信各位都很杰出 在操作上都很有经验 但是往往就是缺少 那临门一角 好 其实这些东西 我都可以给你 只要你拿在手上之后 你就会发现 原来过去你所欠缺的 就不过是那么一点点的东西 但是这些细微末节的变化 就是赢家跟输家的差别 对不对 动能大师我刚讲过 你可以从量看到动能走多 开高的格局 你不会靠感觉去空 很多人跳空开高 应该涨70点80点 涨多也要空 你不会 因为动能一路偏多 你会跟着做多 我想这就是过去你所缺少的 这些东西我可以给你 或者从架的指标去看 好 这个蜻蜓 我说你要去找蜻蜓 蜻蜓点水 怎么样从短线找到好的切入时机 因为有些同学 他对于进场的时机 他掌握不好 那你可以从什么 蜻蜓指标去看 来这个左下角 在3月6号当天的行情 就是说 当天是一个趋势走多的一个什么 高低叉叉的90点的大行情 很多人切入点掌握不好 会犹豫的 有这种毛病的 就会一路看 看着指数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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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结果最后什么都没做 但是今天有蜻蜓点水 指标辅助你在 当天的开盘价 他告诉你什么 8619做多 最高拉到多少 一路拉拉到8709 同学90点的空间 这个在3月6号的行情 我相信 我们所能提供给你的 这些东西绝对是对你有帮助 所以我希望在下礼拜 我相信各位都在看 就还讲的 空方缺口哪个时候要补 你就要留意这些盘中的加量资讯 盘中最即时的加量资讯 我说这些东西都在我们轻松点任你选里面 不管你要从大多空限制去抓短线的一个反弹点 或者从动能大师去抓量的角度 或者从蜻蜓指标去掌握情绪场点 我相信这些东西 我希望各位好好把握 在下周赶紧跟上脚步 好 我去更多有关这个期货方问的分析 还是要请大家直接锁定下 礼拜一 我下午4点钟的古海大银加勒 我是韦晴 感谢收看 我们再会